好的那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是天霸对阵MRC的第二局上半场 地图是有棉针 那这里小城市搬掉了一个祭司 搬掉了一手前锋 却是有棉针的祭司值得一搬 那球者这边是拿出了一套相当于来说BOE的阵容了 因为多搬了一个祭司位 那这里是先知机械 那个不是先知机械 然后拥兵守墓 刚刚也说了这套阵容就是对于红夫人来说 保平不难想赢不易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点 而对于天霸来说 他们这局如果能保个平下一把 夸击不管打封眼还是打女巫都很有机会的 我们看看这把红夫人到底能不能取得一个多杀 或者说求人者这边能不能突破红夫人这道防线 完成一个多跑 上来柚子这边放下娃娃往边线带球走 绕边线先知上二楼压脚步 能不能看见能不能看见 好像是知道人翻一个窗 那这边小陈由于没有提前起镜子 这里跟下来的话距离拉开 应该投一个外之位的一个自由镜来找这边的先知 先知这里鸟回来 一刀打中再上楼 先知有鸟 红夫人闪现20秒 好这里一轮切 跟上来风你走位 这个镜像切得很好 一刀 等他这里是这刀不想打上去 打一个插刀 然后先知这边翻一个窗下来 他感觉距离会拉得更开 我与其这样子不如说等你这个鸟结束了以后 再起个镜子来把你击倒 先知我觉得他还是在原地6吧 带过去可能会给外面的队友造成更大的一个压力 先知走位躲进往外走 这个平行镜像应该没了 这个镜像应该是不太会出现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脸上有一个队友在修 看一下是戒尸的娃娃 这个娃娃要不拉走吧 我感觉这个娃娃在脸上硬修得马上有一个人过来才行 马上有一个人过来压着 那这个娃娃能保得下来 这边是戒尸过来 机械师这里单纯的只是过来 拖一会儿时间 他这会儿拖的就是来保一个儿子 这一刀打中守木人的铲子 一个车开过以后打一刀守木人 卡半救下 还行啊 这波救人的话 看能不能追双岛了 因为闪现在手上面 我这边可以闪现一刀拿这个守木 但没有选择拿守木 还是来追随先知 那机械师的娃娃电机点开这里的一个位置 相对来说就比较舒服了 继续倒这边就行了 因为这边没有电视 我继续倒这样 倒这样椅子 一个机械想要投来打娃娃 能不能打到 差一点再追 横向过来 有那么点机会 打中了娃娃没 这个娃娃没满亏的 因为他还有半个娃娃 如果说能摸到电机的话 差不多能修个80% 是肯定能修掉的 这里挂上这一个先知守木人 半学两人受伤 感觉这波救人 要让机械师来救 因为你要用别来救 电机不够 机械师来救的话 还有点可能性 只能说还有点可能性 不过可能性也不高 因为机械师要强行硬保什么的 外面一个什么人半血 一个近似头 万一什么人吃刀 这局红夫人甚至可以翻盘打一个多杀 来这里在追傭兵 机械师卡着过来救人 一刀打打中救下来 保不保不保 不保这里红夫人闪现 一直不交 待会可能会切传送了 穷者这边做的是一个球稳的思路 就是开始互摸 保证一个三人在场的 三人在场 并且三人满血的一个残局准备 就是挂飞仙之以后有三个满血的人在场上面 守木人有铲子 傭兵有三个护臂 那跟你慢慢的号慢慢的拖 外面三台电机呢 基本上这三台电机有两台应该差的不多 有一台的话应该是一台小遗产 应该是一台小遗产 介师先翻箱子摸了一根针 那正好介师说你们修我自己摸 看看波波这边守木人补的是刚才傭兵的机 傭兵这边先压到脸上来 他要卡着这个红夫人 介师如果能摸好他也能修 这时候的介师由于队友都没有受伤 他可能还会修的比较的快 还能修的很舒服 也不是说可能修的比较快 他就是修的比较快 而且可能会修的比较舒服 应该这样讲 傭兵在你脸上 对吧 三个护臂 你竟想已经交掉了 这里除非交闪不交闪是没有办法拿傭兵刀的 看这个闪现 怎么说 切镜像来包 傭兵跟护臂弹 金了个呆 这红夫人 砸了个头 傭兵这边 非常细腻的一波砸头操作 让机械师补完一台 那守护人这台也能补完 差最后一台 傭兵这类可以攻城身退拉走 把这个电击留下 守护人这边要吃一个镜像吗 吃镜像 一刀能不能挥上 距离上面感觉不太够 那机械师修完以后 可以再重新补一台 守护人这里吃一刀得带走 他的电击一定要带走 他往里面走 往里面走 那这里如果说一个闪现 把你守护人秒了 挂着这台遗产机 穷者不太好弄 交铲子 傭兵要过去补守护的机 守护要赶紧走 但是这边镜像两秒钟好 一个镜像头 拉过来往外走 来找 守护人的电击被补开 那就行 这样守护人电击被补开了 那机械师最后台50% 慢慢修就可以了 哪怕守护人倒了 用兵压着救一波也可以 还好吧 幸好这台电击差的不多 点了一下就开 要是这电击差的多了 那这局还真的有可能让红夫人给压住了 这个镜像交了 哇 这镜像交的其实有一点点冒险 万一这时候电击好了 那这里你可能要交闪线来追这个守护 再追一刀电击 没有点开 还是压着让机械师来救拨人 球的更稳一点 满血的傭兵两个护币 开门站这里是能挂一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让红夫人有争取更多的机会 守护人这边是块白板 机械师手上一根针 对于遛鬼或者说躲镜像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这边是选择让傭兵来救 傭兵来救的话 他可以护币去弹 他可以护币去弹出地下室 这里想打一个落地刀 傭兵不舍得交这个护币 交了护币 吃了一刀 有点亏 本来直接交可能就进去了 有点不舍得 有薄命 这里拉 一刀打中 那傭兵在里面 不出来了 等傭兵的血线好 这里要有一个翻窗的交互动作 翻窗 交货 还不亮吗 还不亮 还要卡板子 这电机亮的又有问题 这亮完 挂上 傭兵得压着 这傭兵得反身过来压 刚才我觉得翻完这个窗 其实就可以亮了 他们可能怕的是翻完这个窗 亮了以后 傭兵 不 那个守护人这边会吃个镜像倒 一刀打机械 镜像的位置 稍微还差一点点 机械师开门 90%了 傭兵 傭兵过来要救人吗 没必要吧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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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师这边走 机械师这边走 傭兵跑地窖 地窖应该是排过的 还好有金无险 有闪现有镜像 镜像抬一刀闪现追一下 能不能把这傭兵留下 因为这傭兵有时候有个互币 能扛一刀斩 理论上面来讲比较难 想要留下这傭兵 应该能走了 平局 平局保住就还行 这刀正容 开局就讲了 两边 哪边想要赢都蛮难的 小城其实已经抓到机会了 球人也给了一些机会 但开门战的时候 毕竟保了一个满血傭兵 傭兵卡在这个地方 就如梗在喉 不对是如梗在喉吧